我们的少年时代是咱们芒果娱乐为TFBOYS量身打造的青春励志成长校园剧 也是三小只首次单纲主演的电视剧 尽管今天因为时间紧迫 三小只没能接受先锋记者的采访 但有一群人吸引了先锋记者的目光 那就是和三小只搭戏的学生群演们 这些孩子其实和TFBOYS差不多年纪 很多都是从开拍到现在一直跟着剧组的 对于长沙的天气 他们表示有些吃不消 我们穿这个应该会有点 还是有点浓吧 对 特别浓 虽然难 但是我长沙了所以就还好吧 这些孩子中有些是专业学习表演的学生 有些是特意来体验剧组生活的 虽然戏份不多 大部分都是匆匆而过的镜头 但他们依旧觉得很值 没有戏份时 看看TFBOYS的状态和表演都能学到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深入到 就是他们那种有台词啊或者怎么样 看起来体系不错 对 我就觉得他们好辛苦啊 先问记者从现场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 从9月5日开机至今 剧组的拍摄进程已经过半了 34集的剧情现在已经拍摄到了18集左右 不论是导演 制片还是各个岗位和部门 都毫不代谢的在执行着各自的工作 剧组的话也还克服了蛮多困难的 因为我们场景比较多 然后长寿的这个天气啊也还下雨 最近都很难看到太阳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还克服了不少的困难 大家一起把这部剧排好吧 据悉 我们的少年时代将于下月中旬杀青 TFBOYS将在剧中为我们真实展现 零零后的生活和学习状态 看着片场大家忙碌的身影 先问记者可是充满了期待 片封记者长沙采访报道